近日 河南平渝县畅达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平渝畅达交投 花3亿购买5000台无人机一事 引起社会关注 此前 该县纪委监委方面表示 已收到举报信 正按程序流转 这5000台无人机的销售方 是上市公司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悦科技全资子公司 延程永悦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悦智能 永悦科技发布的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中的部分内容 9月18日 据永悦科技披露的信息 该公司及公司董事长 因在此次事件中 信息披露不完整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被江苏省证监局出具警示函 并记录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同日 永悦科技发布的另一则公告称 永悦智能和平渝畅达交投经多次协商 一致同意解除此前的买卖协议 终止合作 据厂家宣传网页显示 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粮食作物播种 施药施肥等 涉事公司被江苏省证监局警示 彭泰新闻注意到 9月18日 永悦科技发布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实控人 收到江苏省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以下简称警示公告 称 经查 江苏省证监局发现 永悦科技存在以下问题 2023年8月27日 该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悦智能与平渝畅达交投签署销售合同 约定向其销售5000台无人机 合同总金额为3亿元 同日 双方签订补充协议 并行约定了上述销售合同的生效条件 上述补充协议 永悦科技 即未在2023年8月28日披露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的同时予以披露 也未在2023年9月5日披露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时予以披露 江苏省证监局认为 永悦科技上述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情况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永悦科技董事长陈祥未能勤勉履行职责 确保公司依法披露相关信息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52条规定 江苏省证监局决定对永悦科技陈祥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并记录证券期货市场诚信大案 双方解除协议 终止合作 与此同时 9月18日 永悦科技发布的另一则 永悦科技股费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解除的公告 以下简称解除公告显示 永悦智能与平渝畅达交投于 今年8月27日签订了销售合同 同日 双方签订补充协议 约定了上述销售合同的生效条件 解除公告载明 鉴于此次交易内容 以进行调整等因素 双方经多次协商后一致 决定签署解除合同协议书 解除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 终止合作 工商信息显示 平渝畅达交投是平渝县交通运输局全资控股的国有独资公司 2017年成立 注册金额3000万元 是平渝通用机场的项目单位 运营单位 平渝通用机场的主要功能 包含农林飞波 飞房 此前的8月28日 永悦科技发布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称 8月27日 永悦智能与平渝畅达交投签订了总金额3亿元的销售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 平渝畅达交投需在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 支付合同总价的80% 永悦智能于2024年3月前交付5000台型号为永悦智能X40C的无人机 单台价款6万元 包括遥控器 测绘器 电池 保险等 该公告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永悦智能官网显示 X40C型号无人机是专为撒肥而生的耐用机型 具有超大载重 精准作业 均匀播撒等功能 8月28日 平渝畅达交投董事长周涛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说 平渝畅达交投是平渝通用机场的运营管理公司 机场运营需要用到上述无人机 买无人机是县里的决定 现在只是一个异项协议 还没全部定下来 平渝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则向媒体称 购买无人机的行为由平渝畅达交投全权操作 与交通运输局无关 此外 有媒体引用平渝县政府相关负责人的说法称 平渝县财政 国资 交通等系统均无三亿元大额预算之处 畅达公司已与供应商存在不规范或违规行为 正调查 同研究所